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跟我一起来吃饭 准备吃这个科比牛肉 这个是我在日本超市买的科比牛肉 昨天还打了八折 命呢是2月24号 就是科比公开追悼会的日子 科比呢除了是人民以外 还是美国和牛的意思 我呢现在拿微波炉把它加热一下 然后科比人其实已经下葬了 他那个虽然的追悼会是有遗体的 但是呢公开的追悼会呢 遗体就没有了 而且他的票卖的特别贵 要卖八千美金张票 我现在去加热这个 一会儿我们边吃边聊 已经加热好了 闻着超级香的 它颜色有一点变深 然后中间有一点点葱 它这个酱汁也超级好吃的 聊点什么呢 跟你们聊聊我最近看的美剧吧 最近特别喜欢看腰烧的 然后昨天看了最新的那个第16集 那集内容就是烧着想去看货金 然后呢要去 然后他爸就问他 不会还是去达拉斯吧 他说放心好了 不是去达拉斯 是去加州 所以本来他爸就去达拉斯 他们在德州嘛 就去达拉斯都先远 更连去加州啊 但是后来呢 就烧着凭自己的努力 还是去了加州 然后他的最后的画面 就是他们 身为大包炸 B1B1B1T最后来的 记忆的内容也不是很好看 我觉得感人的点主要是 就让你联想到 当时你看它的时候 你自己 就主要是 这种剧伴随着你的成长 然后看到那些场景 就想到自己当时 在什么情况下看了这个剧 但是还挺感人的 所以央烧的 而且央烧的我听广播 它的收视率特别的高 好像排名前三吧 然后第一名是什么 超级晚 它居然把这个拍在一起 其实在国宣级这边 可以免费去现场 看他们这种拍摄的 Bean Theory还有那个 Yan Sheldon都是华纳兄弟的 就是这种室内喜剧 都是可以现场观看的 有点像我爱我家 就是那种情整喜剧 现场都是有观众的 我们之前去看过 Bean Theory 但是去年挺多的吧 也不叫挺多的 去年完结了 它呢是在Tikis那个网站上 先呢报名 虽然生活大包站特别火嘛 它那个报名呢 就是如果是反正 搜到的话也报不了名 先报名它会打一张纸 然后你凭这个纸呢 再去现场排队 就是打这张纸是说明 你有现场排队的资格 然后呢 但是这张纸并不说明 你能进去看 还是要早去 然后呢 在那里边排队的人里边 要比较靠前才可以 我们当时去现场 看生活大包站的时候 人特别的多 而且它因为快完结了嘛 不过就VIP左右 都是一家子一家子来 什么大人小孩的 导致免费去看的这个票 更紧张了 它现场呢 先会放映上一集的内容 因为呢 电视台播出的是 两集以后的内容 就是呢 有一集呢 还没有公开播放 所以呢 它会先让你 就是知道上一集发生了什么 然后去现场看呢 就发现这个字幕君 真是帮了大忙 现场那些人就是 因为都没有字幕 也不太知道 他们在说什么 就看了云里雾里 然后每个人都蛮专业的 就是一直在背台词啊 就是很那什么 一直在背台词 对 现场还会 活跃一点气氛 就录一些笑声 就当时就让你大笑 然后它有一些 有一些是后期合成 也有一些就是现场录制的嘛 那听起来感觉更真实 不过最近比较可惜是 央烧的目前还没有免费去观看的 就里面这个洋葱也超级好吃的 它就是有一点肉的滋味 其实之前呢 我有朋友他说他特别喜欢吃菠菜 实际呢 他是喜欢吃鸡汤里的菠菜 根本就是有肉香的那种才好吃 你的白菠土的菜 相信他根本都不喜欢吃 我基本上应该吃完了 还是用一些米饭 这些米饭呢 我都会再吃一点 然后我也不会把它扔掉了 之后呢 可以做蛋炒饭 也超级好吃的 有些女生呢 因为节食减肥 就是容易不吃主食 其实特别不好 会特别影响姨妈 所以还是吃一点 少吃一点就好 尾巴都会把菜吃光 然后米饭剩下 现在说到哪儿 其实比起生官大爆炸 我更喜欢看央烧的 央烧的其实感觉 就是那种家庭伦理剧 然后特别的感人 它经常有些画面 都让我觉得超级感人的 就是浓浓的那种亲情吧 然后又不夸张 就是特别细腻 其实感觉有点像日剧 可能 你可能是就看这种 美国版的这种 家庭伦理剧比较少吧 就是很少看这种内容 我已经吃饱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